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今天影片釣一釣釵 講一下昨天賽事的事情 先回顧一下成績 和講一下星期三賽事高出賽馬 昨天當然最矚目的是莫雷拉贏六場馬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上個星期三在YoutubeLive 或是有位臨場分析都講過 莫雷拉整個人不同了 星期三在第二場賽事 贏第一場投馬起勝區 過榜入過榜室 是很嚴肅的 我覺得那晚應該殺馬 跑到最後場 綠色時代贏了三場 應該會鬆鬆 但其實跟以前完全不同 走入過榜室 過榜時沒有笑奇奇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以前看莫雷拉一年或兩年前 可能贏一場投馬 本一一場投馬兩場投馬 就很開心笑了 但星期三晚上 就算贏了綠色時代 尾場完了 那晚中三月 他也是比較眼神 都是靈禮的 很嚴肅的 這張照片 贏了六場投馬 救了西非里 但其實都算是比較嚴肅 你看這張照片 贏六場的笑容都有 但不像以前那樣笑到四萬 露齒的笑到四萬 如果大家還記得 他2017年有一天贏八場 那一場11場賽事 有八場 田泰康當然拿著香檳 淋一淋去 大家笑得多開心 昨天或者星期三中三圓的莫雷拉 以及昨天贏六場的莫雷拉 那個神色完全不同 可以看到今年的莫雷拉 現在開始是很大的決心 贏今年的冠軍騎士 我想值得是看實莫雷拉 現在的賽事 今季或者現在來幾天 你不要說今季 所以我搬個題目的是 莫雷拉昨天狂掃六圓 你認真就贏了 莫雷拉今年真是很有決心 很認真想贏 20-21年度冠軍騎士補助 我想無用置疑 大家留意一下 不知道我說法是否正確 其實夢想成金都是外區之 但我其實對於河澤宜的跑法 我挺不喜歡的 首先說清楚 羅富全都給了刹騎指令 接著加州更好跑 加州更好實不當 我覺得沒有問題 接著加州更好跑 但要變通 現在就看一看片 我想作為一個騎士 你跟跑法 但你不要眼高手低 這裡跟加州更好 沒有問題 加州的騎士 他就在這裏吊著 跟馬跑不是問題 但是他完全是用他騎後上馬 或者跟前馬都一樣 站高了身 輕鬆鬥著 整個 是要做到一些法式騎士 大師傅 我一向讚他很僵誠 那些馬不搶口 但你都不用輕鬆到這樣 沒什麼危機意識 他會一直在這裏 他站得很高 其實如果 你問我 如果莫莉拉站的馬 一開閘 首先他不會這樣不爽 出閘是有一點不爽 可以再快一些 他會會幾步看 法蘭洛洛克州更好 如果明顯快過 他會會出現馬 但何澤堯當然沒有這種意識 因為羅富全和他談 都是跟加州更好 還有何澤堯當然不放頭 很帥氣,跟馬鞍吊著 然後就這樣,沒有問題,吊著吊著 然後令裁在左手邊 令裁這樣生,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給兩步,給兩步押了一點位 沒有,給了令裁這樣過,這些位置很危險 令裁的走規有點不順,押起來 你一查,失了步運,直路很難調整 還以為是首次轉彎的馬,首次是香港跑轉彎的馬 你一定在這裏,我覺得,我沒有騎過馬 你押前一點,不要被令裁蓋到你的位置 現在幸好令裁轉彎,他有一點膝蓋出去 他自己有條路,沒有影響到走勢 假設令裁,何銘仁傻傻的押起來 因為首次轉彎已經軸步 夢想成金可能三甲不入,繼續看 現在是令裁 剛好他移開了令裁,帶開了 這裏很clear run 他才可以,這裏有很多位置 如果令裁傻傻傻傻,賣了禮 夢想成金查一查,我想他這場沒有了 是首次轉彎,大家要記得他是首次千二文 其實我對於何銘仁傻傻傻傻傻傻 我覺得他自從去年贏金槍六十啊三關 然後季賽跳出香港季美尊堂春驅那些大賽之後 真是當自己大師傻 當然他是大師傻,他也是騎得好 上季季尾回堂 有意无意 或是马圈潜规矩 上年你都赢得硬并倒 想你自己收一收 但今年我认为他 都是摆大头 我认为要改善 当然我对何宅有期望 我才抽成他 大家对何宅尔都有期望 但今季见到他期望 大家也没有印象深刻 我认为他期望 大家希望何宅尔 或是香港骑士有好的表演 但这场梦想成金 我并不认同他的骑法 我是有点失望 说完何宅尔的骑法 罗虎传说明天想上千四 today全装 我应该想上千四 不想上成五級 我认为能跑一趟千四 上千四就不一定要购买 上千四看什么套位 对手对什么套位 但是 因為現在留在千二都可以 我一隻馬沒什麼大問題 留在千二其實 絕對可以留在千二 羅副泉就說想千四 和想跑經典印理財 我不明白羅副泉在想什麼 是不是想跑大賽增長金馬 大家這些馬 夢想成金 說真的 現在我 我胡亂說 球員說 冠冠印理財對著勁駁 對著顯心聲 我覺得不夠跑 夢想成金拉上去 我覺得是短途買 不可以說拉上千六 我就有點緊張 就看看羅副泉有什麼報處 好了 講完了 馬上新聞 那天莫雷拉 何宅堯 那天夢想成金 講一下昨天 蔡侍妮安心水 昨天兩隻出馬膽 副泉大師何宅堯 出閘是不爽的 對上前跟前左 回到黎夷直路 其實是正確的位 應該這麼說 昨天轉彎前的場地 裡面是好的 他所謂跟了裡面 但可能出閘不爽 他對了兩下 浪費了點力 一都直到其實 沒有什麼清晰的路線去跑 搞了很久 到最後都 人家都衝著 他都先開始有位 馬都不追 所以 失望了 只是跑了一個遠遠落後的地 那這些馬我不會再做膽 下次拖腳 拖腳 一定要隨時殺你 隨時贏馬 這些下場也是 但是不再穩陣 因為表現的連貫性 因為有些馬 他有少許擠壓 有少許挑戰 這樣就跑不出水準 是要避開做馬膽的 這個就很大對比 勁勃上場 極大挑戰 像我講 是槍馬膽那個場 左閃又被 左閃了 最後有位立即撲上來 這個馬就鬥心十足 他上班 增情 大愛當 也可服到 浪費時候 我 Batman講得很清楚 一隻停車馬 是要克服一些困難 righteous 一把再次克服一些困難 我想這場出頭馬 是純服了很多人的生活 其實上場應該也先要 但上班真情大外档都是很多人不信挑剔的 坦白說他的表現比我更進一步 我預期都未去到這麼好 去到這麼好真是怕難受賞 稍後再回顧一下因為這隻一定是備忘馬 上次四隻孤出賽人馬只有一隻不極端2.6 馬力三隻其餘三隻就落底 這次第八三賽事一直高出賽人馬就是第2場的牛精大哥 現在講一下備忘馬 首先講一下第九場 第九場平海上升 這場馬剛才說了 轉彎外蝶的前前 對面直路外蝶的馬昨天比較蝕 平海上升是走外蝶 進到直路也是這樣撲上來 其實步速適合他衝 因為比較快的步速 但他轉彎之前始終是蝕過外蝶 而且這場水準也不頑端 做出來時間 所以大馬大林馬熱個身一仗 下場希望會 預期都會這麼好 1300萬磅 1300磅馬 熱個身下場已經會這麼好 所以留意著這隻馬被忘馬 第十場勁駁 我也不用播片 這隻馬很厲害 轉彎之前四搭五搭 轉彎已經拱上來 入到直路推兩下已經彈出 最後一百米都輕描藍舌 沒有什麼推棄 輕鬆贏馬 這場馬真的贏得相當精彩 下次放心再追 大家知道了 我現在來到渠道 都會發掘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15分鐘之前都會說說 宜兵運馬 預計集前落飛馬 旗離動態 同場地形勢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傳探財馬 能夠傳訊訊息 或者來到我的置頂post 留一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大家看看 我特意設定了 昨天的成績特別好 當然不是天天的好 但是昨天比較好 因為昨天的諾飛馬 也是比較清晰的 比較清晰的諾飛馬 那些配角 和膽子很溫馨 而且昨天都中了很多 三重隊四重賽 所以都非常滿意 我特意放過臨場分析 我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訂閱和訂閱和鬧鐘 按一按全部 將來全部都會這樣 不要太過人化 按全部 有什麼新的影片 你都會在通知 第一時間就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